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绝书的带来 让我们顺利进入第三个晚上的圣经讲习会 接续昨天晚上的约翰一书第二章 第二章的主题是与神相交的持守 今天晚上我们要从第三大典开始谈起 要与神相交的持守 就是不要爱世界 是十二节到十七节这一段 十二节到十四节是谈到信徒灵命的灵程 我先读过一次 十二节到十四节 十二节小子 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 十三节 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 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 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十四节 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 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刚强 神的道长存在你们心里 你们也胜了那二者 我写你 如此 Ngad 你 這一段使徒約翰在呼籲三種對象的人 小姊們、少年人、老年人 這三種對象的人就代表我們信徒靈命的一個靈層 小姊們就是靈命得救的人 少年人就是靈命長盡的人 父老就是靈命成熟的人 為什麼?十二節、十三節約翰都有談到 他說小姊們,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的罪藉著主的名得了赦免 最藉著主的名得了赦免就是靈命得救 靈命得救就是靠主的名才能得救 如果用我們屬靈的角度來看就是新造的人 此的行傳四章十二節那裡告訴我們 說天下人間沒有四下別的名可以讓我們靠著可以得救的 除了耶穌基督的名 是我們可以靠著得救的 除了祂別無拯救 在哥林多後書五章十七節那裡也告訴我們 在基督裡面的人 就是新造的人 所以小姊們就是靈命得救的人 因爲他們的罪靠著主的名得了赦免 所以我們受洗的人不管他年紀多大 受洗起來就是這個屬靈的嬰孩一樣 受洗就是重生 好 那我們受洗完之後我們靈命得救 但是我們的靈命要不斷地成長 所以少年人就是靈性成長的人 本來是嬰孩嘛 現在變成少年人了 好 那在十三節十四節都有談到 這裡說少年人啊 我寫信給你們 是因為你們勝了那惡者 為什麼可以勝了那惡者 就是靠主得勝 十四節也這樣說 好 少年人啊 我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剛強 所以靠主剛強才可以得勝惡者啊 為什麼 神的道長存在你們心裡 好 我們看《以無所書》六章第十節 《以無所書》六章第十節 《以無所書》六章第十節 十一節 要穿戴神所賜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軌跡 十二節 我們並不是於屬血器的征戰 乃是於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著幽暗世界的 以及空中屬靈氣的惡魔征戰 《以無所書》六章第十節 這裡談到屬靈的征戰 信仰的生活就是一場屬靈的征戰 這一場屬靈的征戰我們要能得勝 就是要得勝二者嘛 我們就是要剛強嘛 做剛強的人 怎麼做剛強的人呢 依賴主的大能大力啊 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軍裝是神所賜的 但是穿戴是人的責任 不是說啊 神啊 我沒有軍裝可以穿耶 所以我沒辦法得勝 神都是給我們全副的軍裝 全副喔 沒有半副喔 沒有說你半副我一副喔 我說我缺了頭盔 我缺了盾牌 沒有 是全副的 但是穿戴就是人的責任了 所以我們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我們就可以做剛強的人 就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得勝的人 所以少年人就是靈命成長的人 所以我們靈命得救之後 我們的靈命要不斷地成長喔 第三個對象就是父老啊 老年人 老年人就是靈命成熟的人 看回來約翰一書第二章的十三節 父老啊 我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 十四節 父老啊 我曾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 父老啊 就是說 他一直持守 他從他受習 嬰孩 然後這個少年到現在連老了 都沒有離開神 都沒有離開教會 有些人 洗禮完之後 可能過不多久 少年人就離開啦 有些人 中年人就離開啦 他說 父老啊 這些老人家還在 還堅持 為什麼 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 起初原有的就是約翰一書一章第一節 就是那生命之道啦 就是基督啊 就是說他們可以面對任何環境了啦 沒有任何的因素可以讓他們離開神 離開教會 這個就是一個靈命成熟的人的表現 我們看羅馬書第八章 羅馬書第八章三十五節 三十五節到三十九節 三十五節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難道是患難嗎 是困苦嗎 是逼迫嗎 是飢餓嗎 是刺身肉體嗎 是危險嗎 是刀劍嗎 三十六節 如經上所記 我為你們的緣故終日被殺 能看我們如江窄的羊 三十七節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 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啦 三十八節 因為我們深信 無論是時 是生 是天時 是掌權的 是有能的 是現在的事 是將來的事 三十九節 是高處的 是低處的 是別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Romans 8.35-39 Who shall separate us from the love of Christ? shall tribulation, distress, persecution, famine, nakedness, or pearl sword? 36 As it is written, for your sake we are killed all day long we are accounted as sheep for the slaughter 37 Yet in these things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 through him who loved us 38 for I am persuaded that neither death or life, nor angels or principalities, nor power, nor things present, nor things to come, through the night, nor height, nor depth, nor any other created things, shall be able to separate us from the love of God which is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這裡保羅告訴我們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老實講喔 很多因素會讓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 所以下面保羅就舉一些例子 難道是患難嗎? 確實有些人因為遇到患難所以離開家會離開神 是困苦嗎? 是逼迫嗎? 是飢餓嗎? 是刺身肉體嗎? 是危險嗎? 是刀劍嗎? 老實講 這些都很容易讓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 那其實我們遇到這些狀況正是我們最需要基督的愛的時候 所以在珠牧教會的過程當中 有些時候我都非常的惋惜 許多弟兄姊妹離開神離開教會 這是他最需要耶穌的時候 結果他最需要耶穌的時候他離開耶穌 因為他現在遇到危險遇到困難 遇到逼迫 結果最需要耶穌的時候離開耶穌 因為或許他認為耶穌不愛他 如果耶穌愛我怎麼會讓我遇到這些事情 或許他認為耶穌不公平 對待祂是這樣 對待我是這樣 我遇到的他都沒有遇到 他得到的我都沒有得到 我都遇到困難他都得到福氣 所以不明白主的愛 他就是不認識從起初原有的 他怎麼沒有辦法讓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 三十七節就是一個關鍵的話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遇到這些事情還是要靠主 我平常不是靠主了嗎 那我靠主還是遇到這些事情啊 那你現在還告訴我要靠主 我平常就靠主了啊 但是我還遇到這些事情啊 我們再讀清楚一點 他說什麼 然而靠著那愛我們的主 要堅持要知道主依然是愛我的啦 雖然我遇到這些事情 刀劍啊 患難啊 逼迫啦 刺身肉體啦 主還是愛我 所以我仍然會繼續依靠下去 如果我感受不到主的愛 你會依靠嗎 所以這一句話就是關鍵話 依然靠著愛我們的主 就能得勝有餘 這個就是靈命成熟的一種表現 我們的信仰不是讓我們的生活要更容易啦 信仰是要讓我們的生命更有力量啦 這個就是信仰的價值所在 遇到任何環境 我都能靠著愛我們的主得勝有餘 因為信仰讓我的生命更有力量 好 看回我們的講義 第二章的十五節到十七節 不要愛世界 愛世界就沒辦法與神齒手相交啦 十五節到十七節 十五節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十六節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並今生的驕傲 都不是從父來的 乃是從世界來的 十七節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 唯獨遵行神旨義的是永遠長存 愛世界就不可能愛天父真神了 主耶穌也這樣告訴我們 馬太福六章二十四節 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族 不能侍奉主又要侍奉馬門 不是重這個就是輕這個 不是愛這個就是恨這個 不可能同時愛世界又會愛神 不可能 所以這邊說愛世界跟愛世界上的事 愛神的心就沒有在他裡面了 十六節說 這世界的本質是邪惡的 世界的事 它的本質離不開三件事情 第一就是肉體的情慾 第二就是眼目的情慾 第三就是今生的驕傲 傳道書那邊說 世界上沒有心事 過去發生的事情現在也發生 以後也會再發生 過去撒旦魔鬼用世界的事來引誘始祖 禁誘大衛 甚至禁誘盡四十天的主耶穌 他也會再發生這三個本質 都離不開這三個本質 肉體的情慾 譬如說他引誘十足夏娃的時候 創世紀三章第六節那裡記載說 夏娃就抬頭看著這個分別山的果子 他說 哇 月人眼目 這個就是眼目的情慾 好做食物 這是肉體的情慾 吃了之後讓人有智慧 這個就是今生的驕傲 好 撒旦魔鬼引誘主耶穌 絕書禁食四十周月 聖經說主耶穌啦 聖經馬上記載說 那試探人的來啦 主耶穌餓啦 魔鬼就來啦 奇怪主耶穌還沒有餓 魔鬼怎麼不來 可見魔鬼都知道 人哪時候需要 你需要的時候我才來 餓了需要吃啊 所以喔 魔鬼就來了 魔鬼就告訴耶穌說 如果你是神的兒子 這句話就是陷阱 所以也告訴我們說 魔鬼的工作就是要破壞 我們跟神父子的關係啦 所以我們不要 繞入魔鬼的圈套裡面 不要隨著音樂起舞 他音樂一彈你就起來跟他跳舞 與人共舞啊 所以其實這問題都不用回答 也不用思考 就好像我現在問你說 你是你爸爸的兒子嗎 這個問題還要思考嗎 但是這句話就是陷阱 如果我是神的兒子 那神不愛我 我現在餓肚子耶 我現在遇到困難耶 神都沒有看到嗎 神都沒有看到我在痛苦 在掉眼淚嗎 我是神的兒子嗎 如果我是神的兒子 怎麼會遇到這個事情 所以我到底是不是神的兒子啊 所以這句話就是陷阱啦 所以有些問題 老實講 有些問題 不用思考也不用回答 因為它是陷阱 現在世界上很多的那種潮流 學說 很多 本身那個學說就是陷阱 所以他就告訴主耶穌說 如果你射手兒子 你可以把石頭變成餅來吃啊 那個就是肉體的情欲啊 然後把耶穌帶到聖殿最頂端啊 叫主耶穌跳下來啊 神會派天使來保護你啊 那個就是今生的驕傲啊 跳下來都沒有怎麼樣 把耶穌帶到世界上最高的山 將榮華富貴都指給耶穌看 你只要給我一拜 這些東西都給你 我那個世世耶穌的情願 看榮華富貴 就讓他看 所以把它綜合起來 都脫離不了這三件本質啊 所以我們有一句話說 換湯不換料 可能它外面的包裝會不一樣 但是它的本質 它誘惑的本質都是一樣的 人會跌倒也都是因為這三件事情 亞當、夏娃、索羅門、大衛 都是在這些世上跌倒的 少羅就是驕傲 好 我們看回講義 17節 說這些世界上的事 它是暫時的 好 17節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侶都要過去 唯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長存的 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看清楚那個真正的價值 真正的價值 它是永恆性的才是真正的價值 不是短暫的 好 這些都會過去啊 世界上的事情都會過去啊 那過去之後呢 那靈命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要選擇那永恆的價值 就是存到永遠的 不是好像那個草上的花 地上的花 花草它會枯乾 看彼得前書一章二十四節二十五節 彼得前書一章二十四節二十五節 二十四節 因為凡有血氣的浸如草 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乾 花必凋謝二十五節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 好 還屬血氣的就是屬這個世界的 屬肉體的 不管它再怎麼榮華富貴 所以說喔 它就好像那個花草一樣 這個花開得再美麗 有一天它會枯乾 他說我們人的這個榮美就是像這樣 但是唯有主的道是永遠長存的 才有永恆的價值 所以我們要為那個存到永遠的來努力 好 我們看回講義 第四大點 怎麼與主相交的持守 就是要黃被敵基督者 如果我們被這些敵基督者迷惑 我們很容易就離棄神 離開教會 就沒辦法保持與神相交 好 十八節談到說 末世有敵基者出現 十八節 小子們啊 如今就是末世了 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 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 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 約翰告訴當時的門徒 說你們曾聽見說過 那個敵基督者要來 那現在就很多好些敵基督的已經出現了 所以從此就知道現在就是末世了 我們看鐵撒納尼迦後書二章第三節 第三節 人不論用什麼方法 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 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返教的事 並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第四節 他是抵擋主高抬至極超過一切稱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裡 自稱是神 這裏保羅也勉勵當神的神 不管人用什麼方法 不要被他誘惑 他說這些人他們所講的是離道返教的事 這些人他們的作為就是在抵擋神的 他們是在高抬自己的 甚至說坐在神的殿 能坐在神的殿代表他就是教會裡面的人 而且好像又是一個在教導人的 坐在摩西的位上 坐在神的殿 我們再看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五節 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 說我是基督 並且要迷惑許多人 二十四節 因為假基督假先知 只將要起來顯大神機大騎士 倘若能行 連選民也都迷惑了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這裡是主耶穌在談到末時的預造 说末时到了之后 有好些人冒基督的名 就好像保罗刚刚所说的 自称为神 结果要迷惑许多人 二十四节这里特别又说 这些人他们会显大神机 所以他们能迷惑许多的选民 这个神的作为跟魔鬼的作为 有些时候让我们昏不清楚 还是说被魔鬼骗了 这个是神跟我讲话 其实不是 是魔鬼跟你讲话 从表面上看来 真的是做了一些人为做不到的事情 其实那不是神机那是魔鬼的作为 主耶稣说如果有这些情况出来就是末世已经到了 既然有敌基督者出现那我们怎么看清谁是敌基督者 他是有特征的哦 我们看回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 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属我们的 若是属我们的就必能就与我们同在 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 二十节 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 二十一节 我写信给你们 到二十三节 二十一节 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 正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并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二十二节 谁是说谎的呢 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 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二十三节 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一 john chapter 2 starting from verse 19 they went out from us but they were not of us for if they had been with us they would have continued with us but they went out that they might be made manifest that none of them were of us verse 20 but you have been anointed from the holy one and you know all things 21 i have not written to you because you do not know the truth but because you know it and that no lie is in the truth 22 who is a liar but he who denies that Jesus is Christ he is an antichrist who denies the father and the son 23 whoever denies the son does not have the father either he who acknowledged the son has the father also 好,这里教导们怎么看清啊 谁是敌基督者 这里说他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 可见他原本是在我们里面的 但是不属基督的他会从我们中间出去 因为他不属我们 他是没有圣灵同在的 他们是虚谎的 他们是不认耶稣是基督的 所以这边说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 那可见他就是弟兄姐妹当中的一员 一开始好像是属我们的 其实他原本就不属我们 只是他在我们里面而已 但是他在我们里面不属我们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若是他是属我们的 也必就能与我们同在 那可见他从我们中间出去 就是不属我们 不属我们就是不属基督啦 所以我们用这个结论 把它看回来 我们过去以前在我们中间的 也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嘛 不是吗 所以我们把它这样往回再回溯看一下 确实就是这样 跟圣经讲的一样 有人离开了啊 甚至有人离开在外面又自己设立教会啊 所以我们看到实际的状况 我们来看圣经 圣经讲的没有错啊 没有错啊 这些人他们是虚访的啊 在21节这里说 并且知道啊 没有虚访是从真理出来的 那可见这些人是虚访的 那是属魔鬼的 这些人是没有圣灵同在的 有圣灵同在就可以分别出他们来 我们看二十节 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 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 就是 圣者就是神嘛 就是基督 受了恩高就是圣灵 圣灵跟我们同在 我们就可以看清楚 知道这一切的事 这一切的事就指前面这个敌基督者 所做的这些事啊 先知的灵 原是顺服先知的 灵不同喔 其实我们是可以感受得到 那个灵是不同的 神的灵是叫人安静的 神的灵是让人顺服的 所以你看喔 那些敌基督者 他们是不安静的 是不顺服的 因为他们的灵不是圣灵啊 所以有这个恩高同在的人 可以看清楚知道这一切的事 就不会受迷惑 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说 他们是不认耶稣是基督的 他们是火认那道成肉身来的耶稣 就是弥赛亚 如果用时代背景来讲 当时的背景 这些敌基督者 就是这些传异端的这些信徒 他们自称他们是信徒 其实他们的信仰从一开始就有问题 他们从一开始就给魔鬼留地步 成了魔鬼利用的工具 圣经说他们这些人是偷偷混进教会的 看加大太书二章第四节 加大太书二章第四节 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 失智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 要叫我们做奴仆 这里说他们是偷偷的引进来的耶 假弟兄耶 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 又回去受这个魔鬼的挟制 变成魔鬼的颅骨 所以一开始表现他好像在我们中间 实际上他们就是不属于我们 那如果他不是真信徒 他终究会露出马脚 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二节 十二章第二节 十二章第二节 那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见他 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 就是假冒为善 第二节 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 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这里是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来警戒门徒 叫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 就是法利赛人的教训 他们的教导 以他们的教导当中是放着笑的 所以要防备 然后耶稣说他们这些人是假冒为善 是不真实的 假冒为善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演戏 演戏 演戏演得再怎么逼真 他还是演的 演的就是假的 你看我们看那个电影 什么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主角 很会演戏 一秒钟就可以笑得大笑 一秒钟就可以大哭掉眼泪 演得很像 演得非常逼真 但是逼真他还不是真的 他是假冒为善 第二节耶稣说 不管他怎么假冒 这个隐藏的事 隐盖的事 他迟早会显入出来 所以不输我们的 他一定会从我们中间出去 所以我们从教会的历史来看 不是这样吗 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他的信仰是具有那个持久不变的特质 不管外在的环境如何改变 他对主的这种信心是永远不改变的 而且是历久弥新越来越坚强 我们看回来讲义 第三小点 我们看清楚敌基督者是谁 然后我们要知道如何来防备他 就是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 论到你们 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 常存在你们心里 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 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 也必住在父里面 二十五节 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 二十六节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 二十七节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 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自由主的恩膏 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24-28 therefore let that abide in you which you heard from the beginning if what you heard from the beginning and abides in you you also will abide in the son and in the father 25 and this is the promise that he has promised us eternal life 26 the things I have written to you concerning those who try to deceive you 27 but the anointing which you have received from him abides in you and you do not need anyone to teach you but as the same anointing teach you concerning all things and it's true that it's not a lie and just as it has taught you you will abide in him 要如何防備呢 24節這裡說 要心中長存主的道 這樣我們就不會受迷惑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用主的道來辨別 主耶穌說 他的道理不是是是而非的 以前講這樣 現在又講另外一樣 我們看那個敵基督者 傳異端者 過去講的跟現在講的不一樣 主的道只有一事 永遠不改變 改變的就是一端 25節26節說 要辭定主所應許的永生 要抓住神所應許給我們的永生 27節28節 說要領受恩高的教訓 就是聖靈的教導 那我們就要讓聖靈充滿 我們就願意讓聖靈來管理我們 我們就願意讓聖靈來管理我們 順服聖靈啊 我們看約翰福音14章 14章26節 14章26節 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這裡 主耶穌說聖靈會指教我們一切事 而且聖靈會讓我們想起主對我們所說的一切話 就是讓我們能明白真理 會想起神的話 這很重要喔 你看那個彼得他也曾經聯絡過嘛 絕書曾經提醒他說 哇這個撒旦魔鬼想要得到你們耶 好像要用那個塞麥子來塞你們耶 他要打擊這個牧人 央群就會走散喔 然後就跟彼得說 今晚你會三次不認我 哇那彼得拍胸脯啊 他說不可能 就是跟主耶穌你被抓被關一起死 不可能不認主你啊 但是主耶穌沒有責備他喔 主耶穌告訴他 我已經為你禱告了 你回頭以後 要堅固你的弟兄 結果耶穌被抓之後 聖經記者說 彼得遠遠跟著 那他不是說要跟主耶穌在一起嗎 怎麼遠遠跟著呢 然後就跟跟跟跟 跟到那個大祭司的院子 假裝賢渣人喔 跟他們在那邊討伐 結果大祭司那個死女說 喔 你跟耶穌是同伙的啊 他第一次是裝傻聽不懂 你講什麼我聽不清楚聽不懂耶 第二次喔 過不多久 那個死女說 你真的是跟他一伙的啊 這次他就起誓說 我不認識他 第三次喔 那個死女就說 你真的跟耶穌是同一伙的啊 他講得非常肯定 為什麼 因為你的口音露出你的身份來 你跟耶穌是喔 都是加利利人 所以你們講話 有加利利的口音 像我是嘉義人 我講國語就有嘉義的口音 有沒有 如果那個宜蘭人 像我們傳道來的宜蘭人 講台語也是那個宜蘭的口音 這個東西很好吃 台語說 禁好吃 那個就是宜蘭人 所以彼得他就嚇一跳 因為他沒辦法活潤嘛 加利利的口音啊 他就這次發揍起誓喔 前面不是說 死也要認耶穌 跟耶穌一起死要認耶穌嘛 死也要認耶穌嘛 結果後面 死也不認耶穌 他發揍起誓 就是死也不認耶穌啊 結果齁 雞就叫啦 那個雞不是我們養的那個雞 那個雞叫就是那個軍號 羅馬軍隊的軍號 報死的軍號 結果齁 當時耶穌就轉身看彼得 聖經就說齁 彼得就想起耶穌所說的話 所以聖靈會教導我們一切的事 聖靈也會幫助我們想起主所說的話 所以彼得就出去痛哭 猶大賣耶穌聖靈 京清還ẫn 京清還有聖靈 rze頓大賣耶穌之後 知道耶穌被定罪了 那时候他才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 所以那三十块钱他也不敢要 他就拿钱回到圣殿去找那些长老大祭司 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 结果那个长老大祭司跟他讲说 你自己承担吗?跟我无关 圣经记载说犹大也是出去 但是他没有想到耶稣的话出去 彼得是出去痛哭 悔改认罪 我怎么这么软弱 我认我最刚强的 结果我怎么这么软弱 他想起耶稣的话 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 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所以彼得非常清楚 他今天能回头再回头过来 是耶稣老早就为他祷告祈求 所以不是我彼得比任何人更坚强 所以关键是那一句话 彼得想起耶稣的话 出去痛哭 犹大是出去吊食 因为他没有想起耶稣的话 约翰福音13章最后的晚餐 主耶稣为他们洗脚 当中主耶稣对犹大讲了多少话 你们是干净的 但全是都是干净的 就是指着犹大吧 洗完脚之后跟他们说 我为你们所做的 你们知道吗 但是犹大不知道是 就是假装听不懂 还是真的听不懂 耶稣一直在暗示 后来耶稣又进一步讲说 捅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 意思是说 一起可以坐下吃饭的是非常亲密的人 我们平常都是跟谁坐在一起吃饭的 就代表非常亲密的人 结果有大不知道听懂还是又假装听不懂 圣经就这样记载说 耶稣就感叹就明说了 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 你看耶稣跟犹大讲了多少话 但是他到最后竟然没有想起耶稣所说的话 所以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要领受恩高的教训 好 第五大点 要行公义 看回约翰一书第二章 二十八节二十九节 二十八节 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 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当他来的时候 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 二十九节 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 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要与神 要与神保持相交 就是要行公义 因为神就是公义的神 行公义才能住在主里面 行公义的才是神所生的 就是神的儿女 这里说 住在主里面就可以坦然无惧了 当主再来的时候 可以无愧见主面 最后我们来看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三章第四节 哥罗西书三章第四节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不是丢在那个黑暗的地方在那边哀哭怯齿 是在荣耀里面 跟主同作王 永享永生 所以我们要行公义 才能住在主里面 才是神的真儿女 晚上就聚会到这边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